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我是昭阳 我是宝玲 今天我们讲儿童言语试用 你先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呗 儿童言语试用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语音障碍 它既不是单音的问题,也不是音系的问题 它的表现和功能性供应障碍的孩子不一样 那这对治疗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表现和核心问题不同 适合的治疗方法也不同 那是什么方法对它们更加适用呢 快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儿童言语试用症 一般认为是一种言语产出计划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说出一连串的语音之前 需要大脑去精确计划 喉、咽、下颌和舌等部位的肌肉运动 保证语音能准确而稳定地发出 这种精准计划的能力受限 就会出现失用 大约每一千个儿童 会有一到两个儿童言语试用 患有言语试用的孩子 会有哪些语音特点呢 探索性动作 语音扭曲和语音错误不一致 是它们的显著特点 我们来看这段视频 有哪些语音扭曲和语音扭曲和语音扭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特点 首先当治疗师要他模仿 to这个词时 这个小孩出现了很长时间的犹豫 在发出声音前 他的嘴巴有明显的探索性动作 他尝试了咧嘴、闭合双唇 但最后都没有发出这个音 再次被要求说这个音时 他说了一个与to偏离很远的音 op 第二 在治疗师要他模仿dad这个音时 他因为口型变化 出现了语音的扭曲 第三 在重复模仿同一个词up时 能明显看到他有不一致的发音表现 他先是说了啪 然后看着治疗师说出了up 接着 孩子自己重复这个词时 他分别说了 啪和啪 这个孩子是程度较重的言语适用 患有轻中度适用的孩子 可能会在单词中模仿较好 但在句子中出现上面的问题 除了视频中展示的三个问题 儿童言语适用还会表现出韵律异常 例如语速变慢 重音声调和语调不正确等等 如果疑似孩子有言语适用 在评估上会特别注意这几个问题 一 口言面功能检查 例如舌头下颌的活动范围 力度等 二 非言语动作 例如微笑和言语发音动作 自动化言语 例如数数和自发性言语 是否有差异 三 吞咽 是否因口腔运动不协调产生吞咽困难 四 口腔轮替速率 五 收集单音 词 句 叙事 对话等不同层次的语音样本 观察其语音一致性 六 超音段的表现 如词语声调或者句子语调 以及呼吸音量是否正常 对于表现严重的孩子 也应该转介到其他科室去检查 是否有肢体适用 或其他的神经功能异常 英文针对言语实用的标准化评估工具 有Koffman Speech Praxis Test KSPT 汉语中没有对应的标准化测试 治疗师需要通过非标准化测试来进行诊断 由于言语实用的核心困难是动作计划 在练习上会将音节转换作为训练目标 而不是简单地把某两三个音作为目标 反复地练习它们 音节转换的练习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选取有意义的字词 也可以选取没有意义的音节练习 例如治疗师可以让孩子练习动物命名 治疗师提前准备一系列的动物图片 孩子先从单音节的动物名称开始训练 如猫狗蛇鸡 然后练习双音节的动物名称 例如海豚、蝴蝶、绵羊 再练习三音节的东北虎、小麻雀、大黄蜂等等 接下来 孩子还可以练习这些动物名称的组合 以提升不同长度和复杂度的音节转换能力 或者治疗师可以制作一个翻页本 上面可以贴上同辅音不同原因的词 如他、踢、突 在练习时就可以通过翻页 很方便地练习不同音节的组合 例如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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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他、踢踢、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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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等等 治疗师也可以将 阿、乌、伊、欧或者巴、达、嘎等单音 随机组成二三音节的组合进行练习 如阿、乌、乌、阿、伊、欧、乌、或巴、达、达、嘎等等 音节转换的练习 一开始对言语实用的孩子来说可能很难 这时可以配合视觉、触觉等不同方式来提示 在这个视频里 治疗师在尝试用手势提示 来帮孩子完成阿、伊的连续转换 我有听到èce 是的 我们说百分之后 是我的 伊的 治疗师张开手表示 用手指并拢表示 当孩子可以稳定地把bike中的I说出来 治疗师就接着进入到mybike 这样的音节组合进行练习 研究者也注意到增加触觉提示 能让孩子更好的记忆和学习不同的语音 例如把语音和具体的部位联系在一起 在发出一个音时就触碰孩子脸上的一个部位 发啊时碰下巴的中间 发一时触碰嘴角 发污时触碰嘴唇 有了不同触觉位置的提示 在练习连续的音节组合时会更有利 当然诗听处等提示方式 并不限于给言语实用的孩子使用 对于其他类型的语音障碍也适用 针对语音问题严重 而且语音错误不一致的孩子 有的学者认为核心词汇疗法 core vocabulary approach是最适合的 核心词汇疗法怎么操作呢 首先治疗师会邀请父母 监护人以及老师去选择出对孩子来说 最经常用到也就是功能性最强的50个词 例如你好,谢谢,再见,水,妈妈,汉堡包,小猪佩奇等等 每一周治疗师会在这50个词中选取10个词进行练习 针对每一个词 治疗师会在练习里指出孩子发的最好的音 例如水 孩子可能会说鼠 鼠 腿 等不同的形式 其中鼠这个发音和正确的形式最接近 是这些不同形式中最好的发音 治疗师就可以说这个音发得很好 你发对了水这个音的鼠这一部分 每次说水的时候要向这个音靠拢 在这种方法里 治疗师可以不要求孩子直接访说正确的目标音 而是要求孩子每次都向最好的发音靠拢 以保证发音的一致性 同时 在家里和学校 家长和老师也对孩子给予一致的要求和鼓励 让孩子在治疗室外也能不断练习如何向最好的发音靠拢 每周的最后一次练习中 治疗师会让孩子把同一个词说三次 如果这个词连续说三次都是一致的 那么就暂时从目标词中移除 然后在词表中选取下一个词来训练 核心词汇疗法认为 孩子能改变发音方法 让自己的语音稳定下来 才能更好地获得反馈和调整自己的音系系统 哇 棒 儿童演语试用这个群体 人数比其他的语音障碍要少 可能因为平时不是那么常见 所以今天讲的可能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些新知识 嗯 因为人数少 所以对他的特点和治疗方法都不太了解 如果在评估时没有鉴别出言语试用的话 可能很多治疗师就直接上传统的治疗方法了 是的 那结果很可能就会搞错重点 嗯 那在治疗上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因为最开始我们提到儿童演语试用它不是单个音的问题 更建议演语治疗师多进行音节转换的练习 避免进行重复性的单音训练 也可以加入音乐和语音意识等活动 嗯 有道理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下看哦 也可以在B站一键三连和转发分享 拜拜